天联会 所以它差跌 Trick-o-trick 中国人怕鬼 新养人特别害怕鬼 哈氏哈利晚安 我以前以为自己被诅咒 现在我才了解 恋爱才是上天给我们的诅咒 狮子座 目前的精心逆行奇 有伴的狮子皮绷紧一点 不要白目惹对方生气 单身的狮子反而比较快乐 现在就暂时别展开新恋情 年底再输吧 水瓶座 有伴的水瓶只是少了两人世界的时间 单身的水瓶则是很难碰到真正合拍的对象 越是急着脱单就越容易看走也 许多事情都是人算不如天算 这首作 有机会从外出的时候 和结交新朋友的时候获得感情 建议你可以尝试把网撒得大一点 比方说 如果你希望在工作场所里恋爱 就不要只关注工作场所里的一些 因为因工作而认识到的任何人 你都可以注意 说什么希望上帝助你一臂之力 别傻了 有什么人是三头六臂的呀 摩羯座 你需要自己定夺 什么工作机会适合你 老冬家或是老本行都可以考虑 如果你目前是无业游民 那么任何工作都比没工作要好 如果有份是你非常想要的工作 可以请有点关系的朋友帮你每年几句 情况就会大有改善了 想获得好运吗 就跟我一起诚心诚意的祷告 我不能为你祈祷 再次将你犹如回忠 妇女座最有收获的 是在工作上得到各种启发 这些启发会带来新的方向或是转类点 目前 可以不要急着改变 先收集资料 做计划或是拉拢相关人脉 在年底就能派上用场 钱是什么 钱能吃吗 白羊座一直都很闷 没办法 精心逆行还没有完 好多容易结束精心逆行之后 紧接而来的是水星逆行 你就在冬天好好休息吧 新品座 总之财运不好 贵重物品千万不要下手 包括不要轻易的换手机 不要轻易的投资 不要大额度的旅游 不要花钱去找合作 也务必要等到12月以后 再说这件事情了 财运好运的牵蝎座 那些一直以来非常信任你的客户 长官或是粉丝 总之就是那些很支持你的人 会为你带来很强的幸运 所以请给予他们多多的关注和蜜糖吧 十二星座就你一个人总体最倒霉 你也是幸运你的 巨蟹座 很多杂七杂八的困扰需要你面对 弄到你的压力很大 心情很糟 不过会发生的事 必然有它发生的意义 客观而乐观地去面对它 解决它 是你这次学习的功课 不要太开心 恶魔仍然会在黑暗中微笑的 金牛座 想解决的问题都能顺利的处理 也随时有贵人来帮你一把 不管想要什么承诺 在十一月前跟对方定下来 就高枕无忧了 双子座 以交流为目的的项目都会很顺利 所有涉及到电信 App 合同销售 公共关系 广告市场 物流 贸易 还有短途旅行的相关事物都能给你带来好运 不管有没有读万卷书都要行万里路 走的地方越多越远 对你的未来越有帮助 想培养新专长或是第二技能的愚人 更要把握此刻的好运 有些时候适合祷告 但有时候更适合行动 看着别人跑在你前面的时候 记得别停下脚步休息 至少先超越它 把它绊倒了 你在休息呀 就从头到尾都是我呼吸的声音 我听到你呼吸 我就是好像你跟大北传的传统 对 我不能再笑了会吃空气 会吃我的痒 会吃 tempat不进一开始 痛准了 хорошо 很恭虽 好 明 tale